近日,久未露面的肖战可谓是好事连连,先是他代言的咖啡品牌,官宣了他为该品牌拍摄的短片,而此次拍摄的短片也是非常的重磅,请到了顶级导演王家卫及其团队进行拍摄,其后,该品牌放出了两张肖战,在这则短片中的剧照。 第一张是肖战正面面对镜头,眉上刘海短发,搭配深色牛仔外套出镜,整个人十分的帅气,尤其是整张海报的光影感非常特别,黄色的光影感充满了岁月感,配上肖战帅气的形象,就像短片的标题一样,给人一种一眼万年如初见的感觉。 而第二张,则是肖战和王家卫导演同框的面面,两人隔着台子面对面对视,王家卫导演带着墨镜露出笑容,肖战微笑着注视对方,氛围非常的融洽,也让人对两人合作的短片充满了期待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其实已经不是肖战第一次与大导演合作广告短片了,在此之前,肖战还与贾张科合作拍摄肖战代言的某购物平台的广告,当时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而这次又能与另外一位国际大导演合作,也是证明了肖战的实力。 除了与大导演合作广告短片之外,在同一天话剧《如梦之梦》,官宣了十周年的巡演日程,在公布的海报中,肖战稳战C位,也是确定了肖战会继续出演话剧《如梦之梦》,除此之外,还公布了演出城市和日期,可以看到总共有三座城市,分别是西安、昆明和北京,时间都集中在12月份,分别是12月1号到4号,12月8号到11号,12月20号到25号, 上中下巡各有一场,这对于肖战来说,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,毕竟话剧都是现场演出,对于演员的要求比较高,尤其肖战饰演的角色的情绪起伏比较大,每一场都有哭戏,肖战不知道会不会哭到眼睛都肿了,不过,粉丝们对于话剧还是非常期待的,已经开始准备抢票了,肖战